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拜彪罗马尼西亚 我是彪罗大人 OK so 今天呢 我们有这一台KU2D了 刚刚Polish好的那种全身 这样这样 不要介意啊 OK so 这台KU2D呢 它是 啊 K了 Go KS到KU然后到BLC的 所以它算是第二第三代了 OK so KU2D呢 它下一款呢 它下一款就是BL51 BL51 然后过后呢 它的前一代呢 KU2D的前一代呢 就是K20或K35 OK 所以呢 这一个KU2 它过后它变成KU2D OK KU2跟KU2D有什么分别 KU2D新一点 OK 它还有KU2C 或者KU2D 这样子 都有的 OK 然后过后这一台是KU2D 你可以看到原装 是三个Baddle 原装三个Baddle 所以你可以看到KU2D 它的Hammer 是有很用心的 跟BL51很像 OK 然后你可以看它这一个 它这一个呢 它已经是用Plastiq来做了 它就是其实是叫做Curban的 OK 所以这一种反应力 就比较快一点 OK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KU2D OK OK 所以这种KU2D它的高度呢 是125 像127几元 加买的原子的话 OK 所以这种是很好的考试前 已经是好过KCD了 OK 所以如果你是Low Budget 有一点点多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种KU2D OK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明 KU2我印象中 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台钢琴 今天很漂亮的一台钢琴 OK 听听一下它的声明 听它的Bass OK 听它的Bass 它的Bass呢 很很重的那种Bass的感觉 很多Baby Ray都做不到这样成的Bass 然后我们听一下它的Travel OK 听一下它的Travel 这种Travel呢 感觉有一点似曾相似的 是像Yamaha那样的Travel 是不是 所以它的Travel Registration 这边呢 真的是很好听 OK 然后 我们示范一次给大家听 好不好 OK 打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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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